台湾鱼博览会将在11月6号开展了 那么鱼明星今年包括了 曾经有百亿外销家机的血鹦鹉之外 还有这黑金刚 这是水晶虾 曾经在日本网拍创下76万日币的天价 在水族乡里自在优越的鱼儿 红彤彤的身体额头又大又突 胖嘟嘟的肚子再加上又长又大的尾部 象征饱满肌肤 不过一点都不能小看它 因为它不单曾经价值上百万 而且还是水族界的宠儿血鹦鹉 并且更有个外号叫做菜神鱼 这方面它喜欢做酸性的水质 然后中卵 硬度上面属于中卵 然后耳料 现在一般市面上都有卖洋色的耳料 它里面添加了胡萝卜素 曾经为台湾带来百亿外销家机的 血鹦鹉还曾经飙到每尾25万的天价 另外同样也是代表台湾的世界级海洋生物 还有这珍贵的黑金刚水晶侠 别小看这尾短短的只有两公分的小虾子 身价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刚刚才在日本创下网拍日币76万的天价 像这些身价不凡的鱼儿 在6号登场的台湾观赏鱼博览会都看得到 我们台湾的水族的成果能够让我们国人能够了解 那因此我们在展览的形式上面不是纯粹是展览鱼而已 而是让它跟它的背景包括它的这个生活等等结合在一起 讨喜的模样在配合招财劲宝的宣传加持 台湾研发培育的鱼种要在展览会场一致展现 GV生涯声音张伟雄台北报道